山楂加上它们降脂化鱼养血管 人人都能喝得起 大家好我是赵一郝教授 山楂呢是个宝 降脂的路上你可少不了了 今天呢教大家用山楂和什么来搭配 可以软化血管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如果你的血脂血压都偏高的话 或者有轻度的动脉硬化 用山楂呢加上单身煮水 记着加单身了以后光泡呢泡不出它的作用来 山楂呢是降脂化鱼的软化血管 而单身增强了它的活血化鱼作用 化鱼通过软化血管进一步的加强 如果你属于是气血比较亏的正型的话 除了用以上单身和山楂一般 还可以加上渗光期 这么两三味药每天反复的煮水喝上几杯 对于气虚血鱼的这一正型 鱼足了血脉经络不畅通 动脉的斑块血管的瑕疵硬化等等 血脂偏高都有很好的效果